说到国民神车 你能想到什么车呢 是不是哈佛H6必须有一席之地 那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哈佛H6的全面换新 一起来看一下升级之后的哈佛H6 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吧 哈佛H6定位是国民级的家庭SUV 所以它的定位注定了 就是它的外观不是那种特立独行的 一眼惊艳的 反而你第一眼看过去好像平平无奇 没有什么特点 但是越看越耐看越看越经典 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比较普世的那种类型 换新之后的哈佛H6用上了星河美学的设计语言 首先就是这个星顿式的格杉 上面呢这一片片的就特别像铠甲 还有呢两侧用了这种直列式的日间行车灯 叫做星河瀑布 整体前脸看起来还是非常的简约大气的 来到侧面咱先看一下 它的尺寸 整体的尺寸啊形啊 其实是跟现款几乎保持一致的 就是车长会长个50毫米 然后轮毂的大小呢是19寸的标配 另外呢我觉得侧面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 就是行李架啊窗框 然后包括侧裙还有轮毂的这个样式 颜色都是这种亮黑色的 我个人会更喜欢这种颜色 就会显得更加的时尚年轻一些 当然如果你个人比较喜欢那种亮银色的话 也可以把这四个部分就全部换装 也是不花钱的免费的 车尾的设计也相较起现款的车型 显得更加的简约大方了 就原来的时候用了贯穿尾灯 然后再加上中间有一条银色的镀铬式条 车标还放在中间 我觉得就显得有点满特别的挤 现在呢取消了贯穿尾灯 没有了这个式条 然后显得就会更加的舒展一些 而且车灯的侧面这块 还有一些小的设计点 它有这种类似于光影光斑的设计元素 就显得还挺精致的 看一下尾标2.0 这是一个20T版本的车型 那一共有两种动力版本 一个1.5的 一个2.0的 可以按需选择哈 咱再打开后备箱看一下 首先是一个电动尾门 这个家庭用车也会比较方便一些 打开之后呢 整个后备箱的近身 我觉得还是挺深的 整个的容积也满足一家人出行使用 座椅进行四流比例放到 几乎也能够形成纯屏去进行拓展 拓展之后呢 能达到1400多升 掀开盖板底下之后呢 还有一个非全尺寸的备胎 配备胎的现在确实也不多了 旁边还有两个小小的储物盒 来到车里面呢 哈佛H6虽然是一台燃油车 但是我觉得它内饰整个的设计 还挺新能源的 就非常的简约 然后很温馨的这种感觉 主要是这一块它给空出来了 它原来这个挡位现在用上了怀挡 然后这块不仅有了储物空间 而且看上去也会更加的简洁一些 内饰的这个颜色呢 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的 就是这种米拼黑 然后是会有那种很温暖的家庭的氛围在的 再来看一下它的配置啊 首先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 中控屏是14.6英寸的 搭载的是咖啡OS这套系统 原来的话只在未排的车型上使用 反正现在也慢慢的下放了 长生系的车基本都用上了 也是非常熟悉的一套系统了 整体的使用感受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流畅度啊清晰度啊反应速度啊都很不错 包括它的APP的拓展性 还有功能的丰富度都还可以的 手机的互联的话 现在是支持华为的Hi Car和安卓系的所有的手机 但是苹果是不支持的 还有呢就是我们能看到 这台车的驾驶模式一个调节哈 就是2.0T的车型 它是支持六种驾驶模式的调节的 像1.5T的车型 因为它就没有四驱了 它就只有四种驾驶模式的调节了 另外呢就是抬头还有一个9英寸的WHUD 上面能够显示时速啊 然后包括ADAS方面的一些信息 信息显示的还是比较丰富的 也可以支持上下左右的调节 那再就是关于舒适性的配置了啊 首先这块有一个手机的无线充电 座椅方面呢 首先它这个坐感还是挺舒服的 非常厚实的这个感觉 然后这台车的前排的两个座椅 都是支持三档的座椅加热的 但是它的这个座椅上是没有打孔的 所以夏天有可能腿啊出汗啊什么的 就会有点贴皮肤 会有点不太舒服 但是1.5T的车型呢 它是有打孔的 同时它会有坐垫的吹风和靠背的吸风 它是能够支持整个的座椅通风的 所以为什么1.5T的车型有 2.0T的车型没有 官方目前也没有给出具体的版本的详细的信息 可能未来会推出不一样的 包括有没有选装的 现在都还不太清楚啊 还有呢就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它的头枕 我现在闻它的味儿哈 它是有那个香氛的味儿的 有点樱花的那个香气在的 这个是一个环保的材质 同时它会有这个香氛的东西 我觉得还挺细的 后排呢也去体验了一下整体的空间 尤其是头部的空间 我觉得非常的宽绰 就坐着很舒服 包括座椅的坐感跟前排也是 就一样的啊 就非常敦式的那个感觉 还有就是配置来说的话 我觉得它的这块的配置会比较细一些 就扶手之外 它还会集成阅读灯 然后包括有一个小挂钩在那 就这块我觉得它设计的还挺人性化的 包括也考虑到了很多用户的需求 同时呢 哈佛H6也会搭载Coffee Palette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包括540度的透明底盘啊 还有就是这个L2级别的驾驶辅助功能 咱们日常省频率比较高的这些 都是会搭载的 那这台车呢 我觉得它作为一台家庭SUV 它是从内外各个方面 都考虑到了家庭用户的需求的 预计它会在北京车展亮相 然后同时呢 我们了解到 应该会在5月份的时候上市 如果感兴趣的话 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试车了 好了 这就是这期的车出见 我是静静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